二位修宾娱乐极先锋 娱乐消息八面通 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是12月4号农历的10月17 即曾经沧海 俄罗斯诗人马亚可夫斯基就曾这样说过 谁不忘初恋 谁就无法了解真正的爱情 那中国戏剧界的领军人物 孟金辉导演指导的音乐剧《初恋》 也引用了这句诗 完整的是 谁不忘初恋 谁就无法了解真正的爱情 开始爱吧 就当我们从未受过伤 那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生活 工作 感情 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不是 欣欣 说得太棒了 开始爱吧 因为爱所以爱 说到爱 这个冬天都会觉得暖暖的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爱得轰轰烈烈 爱得开开心间了 哈喽 大家好 一眼是我 在你们的风 欣欣欣欣 欢迎收看冷的三点 想吃就吃 由冷三菱 冠名播出的娱乐机先锋 首先呢 就跟着欣欣 一起进入到120秒 看湖南 黄渤沈腾疯狂的外星人剧组 长沙取景拍摄 今日由宁浩指导 黄渤沈腾主演的科幻喜剧电影 《疯狂的外星人》剧组 在长沙菜厄中路取景拍摄 现场引起了不少路人的围观 当天的拍摄戏份 是一场自行车追逐戏 黄渤和沈腾共同驾驶一辆自行车 在708落停着小车的菜厄路上 一路狂飙 这样的造型和戏份 让粉丝不由联想起 念号之前的疯狂系列作品 都是落脚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据了解 《疯狂的外星人》 在长沙实际取景的戏份 占影片的重要部分 除了菜厄中路 还有宝兰街等一些 长沙的市集和老街道 而且该部戏的特技部分 是由好莱坞团队进行制作 生产基地也定在长沙 《疯狂的外星人》 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 去看电影时 您可以留意 大屏幕上出现的 就是可爱又熟悉的长沙了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专业 成长新最快的毕业人群 2017年大学毕业生 高薪职业类排行榜 公布了大学毕业生 高薪职业类 和涨新最快的职业类 其中 本科互联网职业类 领跑本科高薪榜 以2016届本科毕业生为例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职业类 大学毕业生 半年后平均收入为5679元 其次为计算机与数据处理 月平均收入为5636元 显而易见 月收入增高并不代表收入增长快 那么有哪些职业类涨新快呢 网单数据显示 律师律证 医疗 农林牧鱼月薪涨幅未居前三 不过此次网单最出人意料的 是平时被视为冷门职业的 农林牧鱼 虽然起薪不高只有301元 但三年后就可以涨到6579元 涨幅为119% 位列第三 另外 收入不应该是职业和专业选择的 唯一衡量标准 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时 除了月收入还应该考虑社会需求 和个人的兴趣爱好 专家建议 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对行业的影响 从业人员的薪酬也会产生波动 即将高考的考生和家长 需要结合长期数据和信息综合判断 美国新版指南重新定义高血压标准 近日 美国高血压协会和美国心脏病协会 联合公布了2017年版美国高血压指南 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是将高血压标准定义为 收缩压超过130 取代以前的收缩压140 舒张压90的高血压标准 也就是说 超过130就是高血压了 这也是时隔14年来 这一指南首次更新这一指标 虽然这一新定义 让很多人成为了高血压 但这部分人群 只要改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进行早期干预 就可以避免血压一步步升高 节目编辑还给大家总结了 饮食上的小心得 教你如何把吃高了的血压再吃下去 一 多吃含美的食物 饮食中含充足的美元素 有助于控制血压 因为美能扩张动脉血管 降低血压 二 降血压还可以喝点三滩水 像西瓜藤 黄瓜藤等 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 三 吃含甲的食物可降血压 很多人血压高是因为吃得太咸了 盐吃得太多 专家介绍 这类高血压人群 可以多吃不含甲的食物 因为甲会抑制食盐中钠的吸收 有利于把钠排出 从而达到降血压的目的 先问编辑整理报道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给大家来推一部好电影 最近一部由皮克斯出品的 寻梦环游记 在惊人的口碑相应之下 上周末是在多个国家地区 口碑大爆发 收获了好评 先问一下清清了 你这么喜欢看电影 能看了吗 肯定是绝对的不会错过的 而且一部好的电影 我要刷几遍 那前天我就已经看了 真的太好看了 就像朋友都说 有时候你看着看着就哭了 哭着哭着又笑了 总之就是非常暖心励志 而且是传递了家庭的温情 我呢也是大力推荐大家看 如果大家没有人的话 可以约住我一起去看哦 那清清一看 真的是对这部电影 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那接下来再推荐一部好电影 在本周 又一部英国动画片 帕丁顿熊第二部 又要来袭了 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下午英国爆笑喜剧 帕丁顿熊二 在长沙举行了提前看片会 月初影片在英国首映后 爆出零差评的口碑 首映日当天 烂番茄新鲜指数百分之百 MAT评分达到了九十 在我们长沙看片会的现场 影迷们的笑声也是此起彼伏 最高兴是在监狱里面的一个片段 就他有交到很多朋友 然后特别高兽 这么暖心 然后又能打动很多年龄段的点得非常少 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小妈妈还是家长 但来看那片子真的是会有很正能量的感受 帕丁顿熊二的故事承接上一部 帕丁顿虽然顺利在伦敦安家 但不想被卷入了一起宝物失窃案 收养帕丁顿的布朗一家 似乎也陷入了一张被精心编织的大网中 等待他们的是可怕的对手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该片除了盟熊之外最大的看点就是 英国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一 休格兰特的轻情加盟 此番他在影片中一改往日儒雅绅士的形象 饰演了一名落魄过气的明星布侃南 布侃南在努力寻找昔日光辉的过程中 和帕丁顿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据了解影片将于12月8日全国供应 各位帕丁顿的影迷们 赶紧去共赴这场欢乐的暖心之约吧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好嘞好嘞 影迷在这儿在这儿呢 一定会去看的 那影片呢已经在11月 率先在帕丁顿熊的老家英国上映了 明年登陆北美 本周五告诉大家 内地的观众将会领先于北美 一个多月就可以观赏到本片了 所以说刚刚我们就说到了 正在热映的《寻梦怀游记》对不对 还有什么好的电影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那在接下来已经到来的12月的电影市场 整个月当中将有超过45部新片上映 片单也是非常的豪华 不仅有冯小刚 陈凯歌等大导演的回归 更有风格各异的进口片《长鲜贺岁党》 连刚在金马等奖项当中获奖的文艺片 也是不甘寂寞加入了《贺岁大军》 那到底有哪些好电影先锋编辑 来帮大家指向路 12月的《贺岁党》向来是各大电影公司的 兵家必争之地 今年《贺岁党》竞争尤为激烈 前有六部进口大片扎堆上映 后有冯小刚 陈凯歌 徐克作品强势登陆 这个月的大屏幕看点确实有点看不过来 那就来听听先锋编辑的电影整理吧 这个月电影总体分为两个部分 分为上旬的进口批片之争 和下旬的国产民导之争 12月15号之前就有六部进口批片逐步上映 所谓批片就是进口买断片 外国批商不参与票房分成 都为非好莱坞片 别小看这些非好莱坞的进口批片 今年高口碑的看不见的客人和天才枪手 就是西班牙和泰国的批片 12月上映的六部进口批片分别是 《至暗时刻》 《烟花》 《维京王者之战》 《末日重启》 《空难余波》和《夺金四剑客》 几乎每一部影片网络口碑都非常好 我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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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英国历史记转片《至暗时刻》 一号已经上映 改编自英国传奇首相丘吉尔 在二战时期促成敦克尔克大车队的 真实历史事件 以丘吉尔的三次重要演讲为线索 再现英国在二战时最艰难的时刻 题材有历史情怀 幕后班底也十分强大 导演是傲慢与偏见导演乔赖特 饰演丘吉尔的加里奥德曼简直是角色附身 将是明年奥斯卡最佳男主的大热门 上巡进口片之争还未结束 随着12月15号冯小刚导演的芳华 和袁和平指导的奇门遁甲同天打擂台 国产导演之争正式打响 作为激烈的当属12月22号 陈凯歌《妖猫传》《成龙机器之雪》 刘石师邓超《经理最城市之光》 同天上档经济 国产编制战打得好果热 在一堆明星明导家特效的贺岁片中 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文艺片《老兽》 可能是贺岁党中的一股清流 该片讲述了一位曾经风光过的老年人 如困兽般可怜又可恨的老年生活 老戏骨图门老师凭借该片 击败了黄渤 金城武等人 拿下今年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 故事背景发生在内蒙古厄尔多斯 曾经家财万贯的老杨 破产多年嫌妇在家 某天他挪用老婆救命手术费 让子女们忍无可忍 一出儿子绑架老子的荒诞闹剧 即将上演 今年贺岁大片堪称是 款式新颖花样齐全 不过各位在观影前 还是别光被民导和民演员蒙蔽了眼 提前做做功课 了解故事背景 每一部影片都有不同的精彩之处 新闻编辑整理报道 是的 每一部影片都有精彩之处 所以要问问小七几个问题好不好 好 问什么 来 关于电影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冯小刚的芳华和徐克的奇门遁甲 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你会去看哪一部呢 哇 这两部电影都是各有不同吧 你比如说芳华讲述了 冯岛他年轻的时候 那个岁月的文工团的故事 可以说是他年轻时的 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自己的回忆在里面 同时这个你说 齐门遁甲 徐克导演 经典的武侠之作 然后呢 这次又加入了一些 魔幻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 我应该都不会错过 都会去看 都会去看 好吧 那你请我去看啊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了 有三部好电影 一个是成龙的机器之血 一个是陈凯哥的妖猫传 还有邓超刘诗诗的心理罪 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呢 这三部就像你说 都是好电影 但是看完预告之后 我个人现在 对于妖猫传 更感兴趣一些 因为他的这个故事背景 设置的非常有趣啊 因为他的故事呢 根据一个日本的 魔幻小说改编 但是呢 又是在我们的盛唐的背景之下 同时中日两国著名演员 都有合作拍片 所以说我个人现在 感兴趣的程度 更大一点 反正至少你已经有三部电影 已经很感兴趣了 没错 所以真的有好多好电影看 那其实到了这个周末啊 我觉得可以去看看 电影之外 还有一个好去处 那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 我们湖南省博物馆了 对不对 是的 那睽違五年 崭新的湖南省博物馆 在上周三对外开放了 新馆呢 现在有两大基本陈列 长沙马王堆汉木陈列 以及湖南人三乡历史文化陈列 同时还有青铜陶瓷 书画工艺四个专题展馆组成 那湖南知名度最高的爱姐 新追夫人呢 也是再度上线了 哎呀 我一定要跟你说 就是 这个发音不太对是不是 因为是这个长沙马都这样爱姐 明白了 又长了知识 跟着你学东西了 是的 还要告诉大家 开放后的首个周末 现在参观的市民和游客 在省博物馆广场上 是排起了长队 听到每次一看 因为它离我们这个直播地方 也不远 你知道吗 每次都经过它 而且入馆的这个客流量 已经达到了日接代量的 饱和程度了 所以呢 咱们的先锋记者 昨天也去到了咱们的省博物馆 听说还碰到了一位 参与过马王堆 汉木挖掘的退休工作者 哇 那我们继续看一看好吧 好 去来解一下 请大家把自己的 口袋里的物品 都装到自己包里 湖南省博物馆 自29号开馆后 昨天迎来了首个周末 早上9点刚开放 门外就已经人山人海 排队排到了马路上 大家对于5年后的 新博物馆期待满满 难得一见的文物 气势磅礴的设计风格 都让市民充满了好奇 我觉得这个规模更大了嘛 所以我们湖南人 都是对马王堆 有个特殊的感情 所以今年就赶到第一趟来了 这个新管给我的感觉 就真的是非常的高大 当天由于是周末 前来观看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 日记大量的饱和状态 一万五千人次 就在采访时 新丰记者竟然偶遇到 1972年参加 马王堆汉木挖掘的工作者 66岁的年纪 气色看起来相当好 当记者问起来 为什么来此时 他表示要再来看一看 当年一起考古拍下的照片 我看到了 这里了 当年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们就想看下面吧 就这么低着头看不 但是那个罐里面的教授 就把我骂了一顿 他说你不怕死啊 所以这个事情 我就记得最清楚了 那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刚看到的时候 我恨不得要真的 下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感觉 这是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呢 我觉得我们 非常自豪 非常了不起 这么大的 考古业界成果 被我们是第一批人看见 全职参与了 这个考古发现 觉得非常自豪 非常了不起 回忆起这张照片 66岁的阿姨滔滔不绝 1972年 她20岁 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小小年纪就能参与 马王堆汉木挖掘 得益于当时所读学校的历史专业 是湖南所有大学里 历史专业最厉害的 我们同学有83个 还有几个大队的老师 但是还有一个工学队的干部 还有博物馆有几个人 我们跳头挖了22天 但是不能用机械吧 用机械把这些东西扑翻了 所以只能用手头挖 用接板跳 幸亏我们当时大学生 都有一生的力气 能够跳头挖头挖头 22天的挖掘工作 这位熊阿姨看来 是人生最有意义的22天 热血沸腾 天天都兴奋 文物出土的前夜 他们班的同学集体失眠了 当天晚上大概是 12点回到学生休息嘛 大家都是疼乱的没睡觉 兴奋的没睡觉 做哪些工作呢 那是非常累的 放也吃不饱 南腾训业 每餐三两米的饭 又没做所分餐 真的饿得不得了 但是在这里调一铁头 那一定是调满八个小时 非常非常的累 但是累了 大家因为年轻人在一起吧 舒适笑笑 常常跳跳 也不觉得怎么样 二十二天也很开过去了 听熊阿姨说起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 45年前考古现场 只要有时间 她就会来博物馆看看 看一次成就感就提升一次 这次时隔五年再次开馆 欢然一新的场馆 让她倍感自豪 新科技新技术 让文物得以最佳保护 让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 传承更远久 2015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吧 就是我们这个同学聚会 但是我就提到这里来看 我们就先来看 这里壁馆没看到 都非常遗憾 一次比一次感觉到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 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亏保 看一次加深一次 每一次看到也加深 所以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 而且每一次看到壁 现今马王堆汉务 已经全部迁移到 湖南省博物馆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 那个时期的辉煌成就 湖南省博物馆融入了高科技 采取一比一比例 复原马王堆一号木坑 分析历史书籍 还原了一套 适合现今锻炼的体操 甚至利用光影投射 还原年代场景 让大家看完后 都由心而发一种 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新闻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看到这就觉得特别的开心了 要告诉大家好消息的就是 重新开放的湖南省博物馆 仍然是免费 对社会全体公众开放了 即日起进入三个月的 试运行期 那试运行期间呢 每日的限量观众 是一万五千人次 那大家呢 只要凭借自己的身份证 就可以领取门票了 不过啊 现在因为是刚刚开馆嘛 肯定是这个参观的高峰期 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可以网上预定门票 可以错缝出行了 而且呢周一是博物馆的休息日 提醒大家 避免大家跑空 那看完这个博物馆之后 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展览 推荐给大家 就是长沙水墨漫画展 我们去看一看 昨日湖南首届水墨漫画艺术展 在长沙剪读博物馆开幕 包括何立伟 余成林 陈欣赞念的30多位乡级画家 创作了共80副 以戏曲为内容的水墨漫画 并向市民展现了戏曲 和笔墨结合的奇妙化学反应 画家们将空城记 霸王别姬等历史典故 揉进画作里 不仅让作品更有观赏性 对观展市民而言 也更加通俗易懂 然而在一众作品之中 相及画家陈欣的水墨画 却别具一格 他的三幅作品 都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 也没有特定的历史典故 有的是飘逸且独特的画风 表现形式完全是从一个脸的某一个节点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眼睛 这也是一个大眼睛 然后这个上面是戏曲的很多的那个风光 尽管陈欣的作品独皮稀进 但依旧吸引了很多市民拍照并讨论 陈欣告诉我们 自古以来水墨画和戏曲就不分家 旧时画家热爱戏曲 常常出入剧远听戏 而戏曲演员不仅懂画 还能挥好泼墨 此次水墨漫画艺术展筹画半年 旨在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据悉画展将持续到本月12号 且免费向市民开放 感兴趣的话 不妨带上孩子 一起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 咸风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书比书比 阿雷书比 娱乐坚拨 娱乐消息 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酸甜 想吃就吃 由冷森林拨命播出的娱乐坚拨 和大家好 依然是我在你们的红亲 亲亲 大家好 我是小琪 今天节目最后送给各位 唐维维在今年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演唱了电影 《相爱相亲》的主题曲《墨上花开》 非常的好听 一起欣赏一下 好 要记得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要不见不散了 那就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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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奖典礼 舍不得负坏 不敢期待 只有等待 只有等待 哪怕你亲自像陋路人画 有生之年 总记得 对着陌生的脸 表达最熟悉的爱 不要问谁更难 不要问一个人在外 为何徘徊 聚散离合 没该不该 有谁 也没见谁的真 只要 幻望 一个尘埃